眼前这一幕也太不可思议了 龙鱼爸爸竟然把自己的孩子全部都吃进了嘴里 都说虎毒不食子 那龙鱼爸爸这是为什么吗 难道他真的饿坏了吗 直到看到结局后 我才明白了龙鱼爸爸的良苦用心 原来就在刚刚 相恋七年的龙鱼夫妇 终于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随着龙鱼妈妈的一用力 数百颗鱼卵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看到妻子已经生产完毕 龙鱼爸爸立刻游到了水面上换了口气 随后他便来到了鱼卵身边 张开大嘴就开始把一颗颗鱼卵吞入嘴中 或许你会疑惑 龙鱼爸爸为什么要吃掉刚出生的孩子呢 但其实龙鱼爸爸并不是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恰恰相反 他这是为了保护这些刚出生的孩子 众所周知 龙鱼的鱼卵在出生后异常脆弱 除了复杂的水生环境外 小鱼卵还要提防天敌的袭击 于是龙鱼爸爸的嘴里成了最安全的避风港 而龙鱼爸爸也并没有把他们吞进肚子 而是默默地含在嘴里 都不行 可以想象这期间他有多难 可即便这样 他依旧任劳任怨 他不为别的 只为自己的孩子能健健康康地来到这人间 这就是他这个老父亲的职责 即便是自己饿死 也要让孩子有个健康的环境 此时觉得龙鱼爸爸伟大的请扣666 为了保证孩子不会被落下 龙鱼爸爸每次都会仔细清算孩子的数量 可大家都知道鱼只有七秒记忆 于是龙鱼爸爸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数了50天 50天后数量还是没数对 但却迎来了孩子们出生的时刻 一条条小龙鱼从爸爸嘴里游了出来 小家伙们看起来非常健康 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而每当到了这个时候 也意味着龙鱼爸爸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由于50天没有进食 龙鱼爸爸的身体已经处于病危时刻 他慢慢地张着嘴巴 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而他所做的一切却是那么心甘情愿 也许这就是一个父亲 就像我们在享受美好生活时 永远不知道 身后有那么一位默默付出的老父亲